這個宗廟號稱閩南開宗 因為從這裡繁衍出去的閩南人 遍及東南亞及港澳台各個地區 少說也有幾十萬人 這個宗廟就是南唐的柯氏家廟 柯氏是晉江的一個望族 源自於遠古時期的基姓 晉江柯氏都認為他分的始祖 是周朝時期吳國的第二任君主重庸 重庸的第五代孫基相也是吳國國王 有一次他召集各個諸侯在柯山開會 我們現代人喜歡給人起外號 沒想到古代人也一樣 從此基相就有了一個外號叫做柯相 柯相有個曾孫哦 本來是叫姬爐了 他覺得改革的太公 一個多好沒得來聽 也是為了紀念自己的太公 直接就把姓氏改成了柯 叫柯爐 就連後代子孫也跟著姓了柯 後來柯氏族人從河南隨著王省之兄弟入民 世代相傳在閩南開枝善業 要了解柯氏在晉江的故事 一定得先來南唐的柯氏家廟 瑞雀傳芳這個唐號是怎麼來的呢 當時南唐的家廟是從玄州遷移到這裡的 繁衍的子孫後代非常多有數十萬人 柯氏家族非常注重文化教育 從宋朝到清朝出了很多人才 單單近世就有數百名 而說起柯氏的稱號瑞雀傳芳 不得不提的就是柯術 柯術是閩南柯氏開基組柯慶文的長子 他做了五十多年的官位居三品 被告封龍圖閣大學士 當時柯氏去漳州震災 他處理事務非常公道 他震災完了要離開漳州的時候 百姓都捨不得他走 有的哭有的敗 就連天上的喜鹊都降落下來 像捨不得他走一樣 當時蘇東郭為了紀念這件事情 還寫了一首義鹊來歌頌他 宋神宗欲比親書瑞雀傳芳 後來柯氏就以瑞雀傳芳來作為唐號 柯術的高峰亮節 備受柯氏子孫尊崇 不僅如此 柯術以及他的兄弟父親五人都是禁士 柯術的子孫中又有六人中了禁士 這就是柯氏一朝五禁士六四十登科的由來 到了宋朝 柯術的孫子柯萬象開基南唐 開啟了晉江柯氏的輝煌 我是老劉 祝你偏偏有這個花 來抖音急速版 看視頻領現金